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贾斯汀 Justin Timberlake 第三度登上超级杯舞台 14年前 他因为与珍娜杰克森珍奶事件 让他这回受邀保受批评 而他炒热超级杯中场 美国网友评价一是两极 贾斯汀与超级杯演出 法新社 14年前 贾斯汀在舞台上扯下 珍娜杰克森衣服露出珍奶 成为年度丑闻 当时的转播单位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一度差点挨罚55万美元 少了珍娜合作 贾斯汀这回单打超级杯舞台 致敬以过剧新王子 Prince一连串表演 相较上回煽情演出 被外媒评为亲民许多 贾斯汀与超级杯演出 致敬王子 法新社 不过贾斯汀这次受邀 也因为珍奶事件引起争议 特别是女性和黑人的反感 有人认为为何同是当事人 身为黑人 女性的珍娜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 根本是礼遇白人男性的双重标准 在超级杯前的记者会 贾斯汀没有被问到14年前的珍奶事件 但他在上个月受访时表示 他和珍娜隐憾好如初 他们也曾谈论过当年的事发过程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知道 和珍娜何解 我觉得向大家告知这件事并非我的工作 而是我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贾斯汀这次演出 有网友对他既致敬又掌控全场按赞 也有毒蛇太酸他 他不是碧昂斯 他哪位 没有超级男孩 没有布兰尼 没有珍娜 他任何人知道 没有珍娜 没有珍娜